而各地相關弊案也逐漸引起討論 包括向台中市重劃區眾多 土地價值翻倍 連帶牽扯多方利益 甚至引發了訴訟案 台中地院判決單元二 重劃區的工程款是嚴重福報 這也讓議員高分被質疑 如果按照法院的標準的話 應該要全面清查所有的重劃區 確保沒有弊端 放眼望去 重劃區部分空地還未動工 大樓預售看板已經高掛 台中市二十多年來 自辦公辦重劃區多達二十多處 多方利益牽扯 也引發不少訴訟 法官認定台中單元二重劃區 每公頃的工程費 應該是九百二十二萬元 與實際的一千七百七十一萬元相比 嚴重福報質疑藏有弊端 法官以九百二十二萬元為標準 將二單元重劃會負責人 以背信罪判刑 但台中二十幾個重劃區 公辦每公頃都達到一千五百萬元 自辦重劃工程款 更高達兩千三百多萬元 議員也呼籲 同時應該清查所有重劃區 希望是針對這個重劃的 這個各種的問題 重新的清採一遍 我們希望能夠公平公正 不管是前幾任的市長 有涉及到這個重劃的這個部分 重劃會認定的工程費用 包含設計圖方道路 拆遷補償等等 尤其面對違建 重劃會無法名列費用 也質疑判決是否沒有考量到 實際情況 重劃區利益龐大 土地價值翻倍 連帶牽扯地主開發商等多方 地震局則表示 不論公辦或自辦重劃 針對工程預算 全都公正公開 保障各方權益 記者高麗麗胡杰倫台中報導